民进党籍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是属于党内新潮流派系 而新潮流办公室刚刚发出新闻稿指出 基于对总统职位的尊重 赖清德不再是新潮流的成员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南太平洋岛国诺鲁15号 突然宣布和我国断交 也就是自去年3月 宏都拉斯与我国断交之后 又再一个国家选择对台湾断交 并且投入中国的怀抱 不过近一年来 中国承诺宏都拉斯的虾农补贴 却没有办法实现 如今更传说说宏都拉斯 当地的养虾业者生计是遭到了影响 养殖场倒闭造成了万人失业之外 12.1台币是外汇蒸发 AIT主席罗伯森格指出 中国常常在争取外交建交的时候 做出承诺 但最后常常没有落实 民进党的发言人卓冠婷表示 先看看学长宏都拉斯被中共骗得有多惨 针对宏都拉斯现况指出 才不到一年的时间 中国不仅没有实现补贴宏都拉斯虾农的承诺 反而还要求用低于销售价50%的价格买虾 回过头来 没有我们的邦交 就没有我国20%关税优惠 主冠题接入 红国水产养殖协会已经在一周前崩溃了 因为养殖场倒闭造成万人失业 12.1亿台币外汇蒸发 好 再来看到的是连锁饮料店 一手私藏世界红茶新竹新科店 他们在选举的当天 在店外贴上了下架民进党的公告 而且还在Google评论开骂说 绿区真恶心引发网友的踏伐 虽然说总店是有快速做处理了 不过网友们是大部分还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对此总公司昨天紧急做出了罪行回应 对网友止不住的怒火 一手私藏世界红茶总公司昨天再发出 针对竹科加盟店不当严刑的惩处 竹科加盟店辱骂顾客的员工现在已经离职 并且从即日起竹科加盟店停业 后续将会继续处理解决事宜 而在罪行声明中有提到 总公司为了这件事情造成的争议对立 和顾客观感不适感到抱歉 也会受到波及的其他一手私藏加盟店门事 至上前因 接着带您关心新北国中生戈警案 主席跟甘哥甘妹日前已经被新北地院的少年法庭裁定收容 而台北市警星大楼的新任主委呢日前是在这个新北市五谷街头上面挂上了甘哥甘妹的画像 来揭露两个人的面貌 那么由于呢并没有向新北市政府来申请许可 所以在今天早上已经遭到采除 最了解这一名新任主委他悬挂巨幅刊版并没有向新北市府申请许可证 而依据建筑法的规定没有申请许可证的话呢 擅自设置招牌广告或者是树立广告者 可以处建筑物所有权人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新台币 新4万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还 而这一名主委表示广告工会已经告知相关单位要求拆除 所以也非常配合在今天上午进行拆除作业 不要让承办的单位难做事情 警星大楼外甘哥甘妹的广告拆除 没想到现在又挂上新的广告 主委表示有鉴于警星大楼发生许多外来人士 跑到顶楼坠落事件 所以为了避免再度发生憾事 才会在外墙悬挂看板上面写着我要活下去 提醒民众但是为了看板上有搓脏 所以也让许多民众误会说 这个是选举广告